日本麻將又稱作勵直麻將 和台灣麻將的玩法大大的不同 除了前幾集提到的手牌章數不同 胡牌時的點數計算方式不同之外 勵直更是日本麻將非常重要的精髓 而什麼時候該勵直 什麼時候又該忍住不勵直 戰術上有什麼差別呢 這次就要來慢慢和初學日麻的玩家 分享勵直的時間點囉 為了快速讓大家了解 我現在慢慢介紹 《雀魂麻將》這款二次元對戰的日本麻將遊戲吧 由於日本麻將的用語非常多 和台灣麻將的用語更是天差地遠 勵直是什麼東東? 劍桃後腹正聽這種壓根沒聽過的 剛接觸日麻的玩家 肯定會為這些名詞感到痛苦 而勵文麻將的遊戲中 所有的名牌提示 都用不同的顏色區隔 全中文化的提示 讓玩家能更快進入狀況 這下總不可能勵直和自摸的按鈕搞混了吧 而所謂的勵直 是日麻之中的一種牌型 即是宣示自己聽牌 在打出一張橫放的勵直宣言牌之後 勵直就會成立 勵直除了多一番之外 在胡牌或是自摸之後 都可以去翻寶牌下方的李寶牌當作加分 很大機率獲得比原本牌值分數多4倍以上的點數 反過來說 其他家勵直時就要格外小心不要點砲粗撞 擺明告訴你 從這張橫的開始 我一定有聽牌 這麼明顯的陷阱還跳進去 是不是好煞好天真呢? 和台灣麻將不同的是 日本麻將有正聽的規則 除了不能胡自己打過的牌之外 若是勵直了有其他家放槍給你 卻沒有胡牌的話 也會進入勵直的正聽狀態 這一局都無法再胡牌 但所有的正聽狀態 包括聽自己打過的牌 或是過水沒有胡牌的正聽 又或是勵直過水的正聽 通通都是不能胡而已 自摸就能解除正聽的狀態啦 有時候聽很多這種漂亮的手牌 即使是正聽也可以考慮勵直拼自摸囉 那勵直的缺點是什麼呢? 其實勵直和台灣牌的眼牌非常類似 就是宣告勵直之後 就一路摸牌打牌到流局或胡牌為止 在有些時候 勵直其實伴隨著很大的風險 例如自己的手牌沒有任何牌型 但是剛好門親聽牌 聽的不漂亮不勵直的話 就沒有一種無法胡牌 這時候很多新手玩家直覺會選擇勵直 畢竟以能胡牌的角度來說 勵直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勵直之後會進入摸打模式 著實變成一架全自動點砲機 這時如果其他人的牌夠大 或是聽的夠漂亮 很有可能就追在你之後勵直 在無法防守的情況下 更容易掉入對手的陷阱中 造成本來你根本不可能衝這張槍牌的情況 因為勵直摸打沒辦法不打的窘境 所以新手日麻玩家 什麼時候牌型已經能勵直 但是要避免勵直呢 第一個就是自己的牌值點數太少的時候 雖然其他家肯定會帶著一些防禦的心態 閃多你的牌 但如果其他家的牌夠大 就很容易被追力胡到 第二個則是聽得很醜的時候 由於聽的牌張很少 胡到的機率很低的情況下 勵直只會比不勵直再更降低一些胡率 原本其他家就不太會放這張給你了 說不定看到你勵直之後下車完全不衝牌 那胡到的機率不就變得更低了嗎 第三個是有一家可能有超級大牌的時候 千萬不要腦衝力值啊 例如有一家已經碰了發財白皮附路 這時若是紅妝沒出 有可能造成大三元一滿的機會 就寧願不胡牌 小心為上策 摸停吧 萬一摸到紅妝打給他碰可是要包牌了 一把就有機會讓遊戲結束啦 第四個則是太晚才聽牌 若是到了牌局尾身才聽牌力值 除了胡到的機率相對低之外 也有可能留局白白送出1000點的公托到場上 如何拿捏就要考經驗和練習來取捨囉 了解了不勵直的時機之後 那什麼時機相對應該要勵直呢 第一個就是找尋聽牌 若是在前幾手就聽牌的情況下 勵直是不錯的選擇 其他家看到你勵直聽這麼快 自己的牌搭若是還沒成型 就很有可能因為你的勵直放棄聽牌直接下車 這種勵直除了讓其他人看不出來到底聽什麼之外 也有全推的效果 若是不勵直默聽的話 其他人以為還沒有人聽牌不斷衝牌追求聽牌 剛好又衝一些不是你聽的牌 等到中旬大家都已經聽牌時 就失去那個速度上的優勢囉 第二個是牌型幾乎沒有太大的改良空間 又需要胡牌追分的話 那就勵直交給運氣吧 例如手牌最大也就滿貫 不可能再變得更多的點數 那就立一立吧 所謂的改良空間 除了是讓聽的牌變多的這種改良之外 也有一種是番數變多的改良 例如手中有456有可能摸到5的刺牌 滿罐變跳滿 那就可以等到摸到刺牌再立直 又或是原本順子的牌搭 可以改良成三色同順 或是儀器通關全帶19這些牌型 那就可以等改良之後再立直囉 第三個是聽寶牌又無法改良的情況下 那就立直吧 基本上要其他家捨出寶牌 本來就比較不容易 既然忽慮低 乾脆就直接立直 期待自摸吧 日麻重視牌型和牌的點數值 通常三班以上的攻勢 是足夠有效打擊對手的 新手玩家建議從三班的立直牌型開始練習 例如立直斷腰寶牌 或是立直斷腰平壺這類的三番打點的牌 有4000左右的打點 立直就會變得非常痛 加上自摸或禮寶牌 隨隨便便就能達到滿貫級別 而且三番立直的難度又不算太高 是剛接觸日麻的玩家必學的攻擊招式之一 另外立直即是宣告聽牌 也是一種氣勢強度的展現 遊戲中也可以透過立直放造型和立直音樂來增加氣勢 搭配嘲諷對手的貼圖和胡牌特效 直接把立直的殺傷力撐到最高啊 追立的時候更可以蓋過上一個玩家的立直音樂 彷彿氣氛變成追立的人掌控了呢 哇哈哈 了解日本麻將的立直特色之後 是不是發現日麻的打點沒這麼難做了呢 下一集要來討論日麻的一滿牌和特殊戰術 途中留局等等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